要尝到味道 哇 很多很多人 如果没有吃香喝辣 他是无法下咽啊 弟兄姐妹们 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深入研究 喷条 可是你有没有对神的话语下功夫呢 我们对神的话语常常是怎么样 不理不采 不问不问 马马虎虎随随便便 是敷衍 是表面 哇 求主灵敏我们 所以约伯他再三强调说 我看中神口中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对你旁边讲 你要看中神口中的话语 24章第一节 约伯继续说什么 他说我当然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无报 这是公义 这是真理 上帝一定会报 可是报应恶人的日子 只是遥遥无奇啊 我实在算不出来神会何时报应呢 恶人欺压孤儿寡妇 恶人光天化日 明目张胆 坐肩饭喝 欺散怕恶 造成很多人逐步出户到处躲藏 无依无实无家可归啊 到底上帝何时要审判啊 哇 你知道吗 约伯在23章第16节17节的时候 曾经说过 曾经说过 我们来稍微再回忆一下 23章 16节17节 为什么这是很难解的经文 约伯说 神使我丧胆 全能者使我金黄 他怪罪上帝 他检讨上帝 17节 约伯说 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 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 其实他的恐惧 是不是 就是因为黑暗 幽暗蒙蔽他的脸 是不是啊 结果呢 你看 他还不自知 还检讨上帝 他竟然不知道 是上帝的大对敌 这个大魔头 在那里攻击他 在那里降灾祸 他竟然说什么 我的恐惧 不是黑暗 不是幽暗蒙蔽我的脸 你看 所以 好 接下来呢 24章17节 这里呢 他却说 他却说什么 你看好像 两极话 自相矛盾 他说 恶人啊 那些黑道的 那些恶棍啊 他们看 先看17节 他说 这些恶霸 这些黑道的人士 他们看早晨 如幽暗 因为他们晓得 幽暗的惊害 其实 恶人呢 这个黑道呢 他们光天化日呢 他们是 欺散怕恶 他们晚上呢 他们也怕 晚上他们怕什么 他们怕鬼 听懂吗 他们怕鬼 为什么 你看 他们看早晨如幽暗 好像 早晨 他们 偷鸡摸狗 没人看见一样 如同在黑暗当中 然后他们 在夜晚当中呢 他们晓得 夜晚呢 幽黑 有惊害 人还是人啊 哪一个人 你去到坟墓 你不会 海毛 海毛竖起来的 如果你今天 突然想到说 哇 你家里的灯 怎么会在那边晃动啊 你今天 还敢过去吗 OK 所以 连恶人啊 都怕鬼 都怕 在黑暗当中呢 被惊害 然后呢 我们再看 第24章 和24章 约伯 继续说什么 24章 第12节啊 约伯就 很气愤的 在那边 辩论说 上帝啊 不但 没有刑罚 恶人 上帝 还保全 恶人啊 这些黑道的 这些帮派的 这些邪恶的势力呢 是非常的猖狂 嚣张 飞黄腾达 春风得意啊 他们好勇 斗狠 歪门 邪道呢 是代代相传 丝毫没有简报 是谁在保守他们呢 约伯说 是上帝 你在保全他们 你看 约伯如此怪罪上帝 我们看 24章 12节 他说 在多名的城内 有哀哼 受 伤的人 哀嚎 上帝却 不理会 那恶人的欲望 然后 24章 22节 约伯说什么 上帝啊 上帝啊 你竟然用你的能力保全那些邪恶势力 他们是亡命之徒 性命难保 可是呢 他们 那个很难保的性命呢 却被上帝兴起 一代又一代 即使他们 被另外的黑道帮派给仇杀 他们还是依然的拍胸脯说 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继续在那边欺散怕恶 哇 上帝啊 这是你的作为 这是你的保全啊 上帝啊 你的慈爱 你的正义 你的公理 何在啊 24章25节 约伯说什么 我上讲 我以上所讲的话 都是实实在在 有据可查 他说 若不是这样 谁能证实 我是说谎的 我讲的句句字字 都是真真实实 我的言语 没有虚空 不是 不转 编造 的确是 确证 找找 所以 接下来 在第三轮的辩论 第二回合 比乐达就上场了 比乐达上场之后呢 发现他 似乎 招架不住 他只有六句话 而且这六句话的 忠心 主旋律 依然是 旧调 重谈 就 回应 约伯说 约伯呀 你那么 自义呀 人在上帝面前 只能称义呢 上帝 有权柄 你刚才 又在那边 责怪上帝 保全恶人 上帝 有主权 你只是个虫 你只是个蛆 你怎么 这么的放肆 这么的 胆大 去质问上帝呢 你要好好认识你自己 你自己只是虫 只是蛆一样 然后 二十五章 就是第三轮的 第三轮的 第三轮的 这个 接下来 约伯 长篇大论 他从二十六章 到第三十一章 然后高谈阔论的 然后 又骂 骂彼勒达 骂彼勒达说什么呢 他说你所说的话 从第一轮 第二轮 到你刚才所讲的话 对我 毫无帮助 你以为 你讲的话有智慧 对我有帮助吗 其实 你对我讲的话 是一无是处 你的谈话内容 你的灵啊 不知道是什么灵啊 他们又指责说 你们讲的话都是协力 他就也很客气在这方面 不敢做一个定论 然后呢 约伯 继续 你知道二十七章 第四节到第五节 他说什么 他继续特别特别的固执 超强的自信 然后 他 特别强调说 来我们读这一句圣经 他说 我的嘴 绝不说非议之言 我的蛇 也不说 诡诈之语 然后 我以前是 如此 而且 一直到我死的时候 我也是一本初衷 啊 永不改变 我就是 啊 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绝对是 纯正 但是 二十七章 十一节到 第十二节 约伯就警告 这些朋友 说 你们 要小心 你们 也是恶人 也会 遭到 报应的 约伯 再次强调说 恶有恶报 他相信 上帝会向 恶人 射箭 上帝会夺取 恶人的性命 恶人 虽然他影子多如灰尘 多如海边的沙 虽然恶人的衣服比泥土还要多 哇 很多很多的恶人 的确 他是满屋子 都是他的衣服跟鞋子 对不对 所以 约伯在二十七章第十九节呢 他宣告说 我相信恶有恶报 恶人的结局是 他死后没人收尸 哇 你看 这种狠话都说出来 死无葬身之地呀 然后二十八章呢 约伯又继续发表 他的看法 他说 我一直在寻找智慧 但是我知道 智慧的路是什么呢 就是 敬畏上帝 远离恶事 我过去 现在 将来 我都坚持 走这条 敬畏上帝的路 约伯 他说 你们以为 你们有智慧吗 其实 你们找不到智慧 智慧 不是去 开山 挖矿 就可以找到 即使你挖到 地的深渊 你也找不到智慧 即使你到 大海 到深渊的 极处 你也 找不到智慧 然后 约伯跟他 朋友讲说 智慧啊 智慧啊 不是偏见 智慧 不限于 你的 立场 散 有散报 散 有时候 也会有恶报的 你不要有偏见 智慧 是超越 国界 超越 种族 超越 散恶 超越 科技 超越 金银 跟宝石 和珍珠的 智慧 更强过 老鹰 强过 猛师 智慧 是 黄金 买不到 是金银 不能交换 因为智慧 是 无价之宝 它的价值 胜过一切的 宝石 跟珍珠 那智慧 到底在哪里呢 28章12节 约伯说什么 大家看看 智慧在哪里 第三节文本 约伯 他一直 敬畏上帝 他一直远离恶事 他知道 这只是智慧的开端 但是他对于智慧的源头 对于智慧的本体 对于智慧的特色 他还是 知道有限 所以他说什么 然而 智慧有何处可寻 聪明之处 在哪里呢 他 在问上帝 智慧何处可寻 智慧 聪明 到底在哪里呢 然后 在28章 23节 大家看啊 28章23节 这里他说什么 他说只有上帝 知道智慧在哪里 只有上帝知道智慧的道路 只有上帝 晓得智慧的所在 智慧的源头 好 我们再看 28章13节 他特别又强调说 他说你们这些 追求物质 追求财富 追求享受的人 你们是找不到智慧的 28章22节 又说什么 约伯说 面目和死亡 也找不到智慧 面目和死亡 他们也没有见过智慧 他们只是风文其名 这智慧不是一个抽象 意识或是一个符号和概念 智慧是一个生命 智慧是真理 智慧是道路 所以 约伯这里强调说 他说 神之所以允许这些面目和死亡 瘟疫和战争 乃是让我们去思想 人 生和死的问题 短暂和永恒的问题 约伯特别强调 这句话非常非常宝贵 他说 上帝为风定轻重 为海凉深浅 其实 他是话中有话 乃是告诉我们说 上帝要为你的一生 你到底是死 轻于红毛 还是重于泰山 你到底你的一生的时间 你的生命 是用在吃喝玩乐 还是用在深入探讨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 你的时间 你的一生 请问花在哪里 好多好多人 是昼夜研究股票 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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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发财 三十岁就想配修 就想要周有烈火 你看 生命的意义难道就是如此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上帝要为你一定亲重 我们的一生 如果没有和上帝连结 我们死的时候就如风吹气也火 成为一缕青烟 可是你是怎么死的 你的死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你有没有与上帝连结 你有没有与 与上帝对齐 我们的人的一生 如同像钟摆一样 像左边摆是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 像右边摆是无聊无助 然后无力 无奈 当钟摆停的时候呢 你的一生就归向死亡 人人都一样 可是如果你对齐上帝 你信靠耶稣 你的一生呢 像钟摆 左边就是平安 喜乐 右边就是怎么样 就是大有盼望 无论是灾祸 无论是逆境 你都深深知道 神不会错 神在永恒当中 一定会替你伸冤的 虽然今生今世 并不见得有现世报 和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会不会有大审判 会不会有真裁决 会不会 对 基督先生们 圣经的真理 不是特别强调现世报 而是强调耶稣来的时候的大审判 人人都要面对 你如何心不自责 坦然无惧呢 你有没有把握像约伯一样 他可以在上帝面前再三强调说 上帝啊 我是清白的 我是无辜的 我们今天如果你受苦受难的话呢 大部分是因为你 有破口 有软弱 有当灭之物 有引而未信的罪 可是约伯呢 他是丝毫没有软弱 他丝毫没有破口 他是因为上帝夸奖他 撒旦魔鬼就挑衅不服 而上帝就允许约伯被击打 撒旦魔鬼降灾或在约伯的身外 身上和身内 所以约伯的灵魂体都被撒旦魔鬼 击打的是体无完肤 身心俱疲啊 哇 他是晚上睡觉 到天亮都无法成眠 然后两眼发挥 然后骨头疼痛 所以约伯是那么的凄惨 那么的无助 但是他的朋友呢 竟然丝毫没有说 我为你祷告 也没有爱心的轮流来替约伯 疗伤 替他刮伤 所以我们无法想象 为什么三个朋友和约伯 面对当时的处境 从来没有人去谈说 哇 我们要去寻根究底 我们要去追查真相 到底谁是幕后的黑手 对不对 没有去探讨 然后就任凭约伯怪罪上帝 然后三个朋友呢 也就如此继续控告 钉对约伯 所以我们实在无法想象 原来上帝透过约伯记 告诉我们 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世人 有非常充分完全的言论自由 要不要给上帝掌声 人一直渴望争取言论自由啊 你以为美国有言论自由吗 大家知道 Snowden有没有言论自由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其实啊 我们在被撒旦魔鬼掌控 匣子的世界之内 都没有言论自由 但是上帝却给 这些无理取闹的三个朋友和约伯 怎么样 充分的完全的言论自由 你说上帝好不好 上帝真实好 可是何牧师也说 在想说上帝啊上帝啊 可是你为什么不把真相 你为什么不把秘密 泄露给约伯跟三个朋友呢 你为什么要把信息给屏蔽呢 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上帝屏蔽信息啊 你知道吗 从第三章到第四十二章 约伯想知道的答案 上帝从来没有透露 从来没有回答 你知道吗 就人来看的话呢 上帝好像对牛弹琴 约伯想知道的答案 上帝都没有说 哦约伯约伯呀 是我跟撒旦魔鬼在打毒 所以呢 就拿你做试验品 拿你做剑靶子 我现在是在从事临床的这个剑靶治疗 我要让你的生命更成熟 更完全 更荣耀 所以呢 我把你当成剑靶 目的是爱你 是成全你 是帮助你 上帝不讲这些 听懂吗 如果上帝事先讲这些的话呢 请问约伯会那样吗 请问三个朋友会那样吗 哇 那是约伯记全部改写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约伯呢 他迪迪确确 不明真相 以至于就错怪上帝 然后呢 我们看到 第二十九章 二十九章 这里约伯啊 继续自我欣赏 继续回味当年的 那种得意春风啊 回味当年的 人人都对他 立正敬礼 然后中国人说 好汉不提当年勇 可是约伯这个文武双全的好汉 他是首能拉弓射箭 而且武功越来越高强 能力越来越兴盛 这样的人呢 好汉 竟然提当年勇 什么当年勇呢 他就省察自己 和神的关系 和人的关系 和儿女的关系 然后和首领 和长官的关系 然后和这个 受造之物的关系 第一个 他先谈说 我跟上帝关系 是非常亲密 非常美好的 上帝是我的密友 我和上帝是无所不谈的 所以上帝知道 我是内心纯正 没有为非作呆 我跟儿女的关系更是融洽 儿女的确是敬畏上帝 儿女没有犯罪 的确儿女没有犯罪 大家晓得 后来 在42章告诉我们 约伯的七个儿子 三个女儿 在哪里呀 在天堂 在天堂享福 所以我们的确晓得 约伯跟儿女的关系 非常好 儿女是孝顺 爸妈 那爸妈 也的确是 按照真理正道 来教导儿女 然后约伯说 我跟人的关系 对于那些贫困 穷苦的人 对于那些 弱势的族群 对于那些流浪汉 我是想方设法 去帮助他们 我等于开了 这个孤儿院 育幼院和养老院 我呢 是 的确 富可敌国 富甲义方 在东方人当中 被称为自大 可是呢 我是 节一说时 从来不浪费金钱 虽然 我的养奶 牛奶 驴奶 哇 能够 能够 遍地都是 可是 我从来没有用这些奶来洗澡 洗脚 很多有钱人怎么样 用牛奶 羊奶洗澡 洗脸 洗脚 对不对 约伯说什么 我从来不浪费 然后约伯说 我的羊 所生产出来的羊毛 衣服啊 我对于那些 无衣可穿的 或是需要衣服的人 我都是免费赠胜 我常常 在灾祸场地是捐款 捐物 捐钱 然后我救济灾难 是不落人后 而且是截足先登啊 然后他说我呢 一出现就如同君王一样 坐在守卫上 世人 都好像士兵 好像军人 对我一样的是 肃然起敬 所有人 都对我 洗耳恭听 然后 我呢 人人称赞 那些将要死的人 都为我祝福 所以 我 和 人 事物 我和上帝 关系都非常非常的美好 哇 弟兄姐妹们 约伯 自信满满 他认为他 春风话雨 德高望重 然后 三十张 三十张 却告诉我们 约伯 想着想着想着 过去的甜美 又想到 我现在的凄惨 我现在的痛苦 今非 习比 哎呀 以前 我也曾经 藐视过 卑贱人 和下流人 他们做的勾当 为我所不辞 约伯 你看看 根据 新约的 真理 乃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 不可爱的人 如果你爱 可爱的人 那是自然的 人人都会爱 那些 卑贱的 下流的 坑里 害你 杀你的人呢 我们依然要怎么样 爱这些不可爱的人 甚至 仇敌都要爱 这是新约的启示 可是约伯在当年呢 他的确是以牙还牙的 然后他说什么 他藐视那些 卑贱人 可是如今呢 那些卑贱人 下流人的儿女 竟然藐视我 竟然把我当成笑谈 竟然吐口水 在我的脸上 孰可忍 孰不可忍啊 上帝啊 你到底在哪里 所以三十章第十九节 约伯都在怪上帝 你看看 口口声声 在怪上帝 所以好多人 听了同时 讲了三次道 还是说 哎呀约伯 就是没有怪上帝 总是敬拜 总是赞美 称授 从第三章到第 三十七章 约伯 很多很多地方都在说什么 都赞美怨上帝 所以我们看三十章第十九节 三十章十九节 这句声音说什么 他说上帝啊 是你把我扔在淤泥中 让我无法自拔 陷在你的里面 然后 自相矛盾摇摆不定 上帝啊 我就像尘土一样 我就像如灰一样啊 我这么的可怜 可是你还是继续把我当剑靶子 然后三十章二十一节 约伯就说上帝啊 上帝啊 我没有变 是你变的 来 我们来看三十章第二十一节 约伯怎么说上帝 他说上帝啊 你向我变心 你对我残忍 你用大能追逼我 其实是谁残忍 真正残酷无情的 真正狠毒的 抹黑的 乃是撒掉魔鬼 可是约伯全然怪上帝 说上帝用大能追他逼他 让他进入泥林之地 无法自拔 让他造成今天这样的光景 上帝啊 你在哪里 上帝啊 你为什么见死不救 上帝啊 我 过去见死 我一定强救 救死扶伤 当人遇到灾难 悲伤困苦呢 我是与他同哭 为他流泪 可是我如今 身心灵 何等苦痛 烦恶 烦恶不安 上帝啊 你在哪里 上帝啊 你有流泪吗 他完全 无法体会 上帝也在哭泣 上帝看到 他的宝贝仆人 如此被击打 如此受痛苦 请问上帝会 用笑脸相待吗 上帝何等伤心 痛苦流泪啊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接下来就是三十一章了 三十一章 网约我再一次的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什么 他说我从过去 到如今啊 他说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当然有美女从我面前经过 我的眼睛来不及 必想 第一眼会看见美女 可是我的第二眼 第三眼呢 肯定 闭起眼睛 不看美女 所以他说 我 与眼睛立约 我怎能 恋恋 沾望处女呢 所以他 已经立约了 看见美女 只看几眼 只看一眼 他不会去恋恋 沾望处女 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是什么 是有 父之父 他不会像 有钱人 就会变坏 大财主 是处处留情 所以求求观众 我们晓得 约伯的确是一个 纯正的人 而且是继续持守 他的纯正 实色 信也 可是 约伯非常知道 这种 欲望 如同火一般一样的 只要稍微不谨慎 给魔鬼留地步 浴火 就会焚烧 焚烧到什么地步啊 我们看三十一章 约伯讲看清楚 大家看 他说浴火焚烧啊 来 三十一章的 第十二节 他说什么 他说这种 情依之火 一焚烧之后呢 就会请家荡产了 所以他是格外谨慎 可是我 从来没有 非礼物事 非礼物言 非礼物听 非礼物动 为什么会有灾祸呢 为什么会遭受到 这个灭门的惨案呢 约伯还是想不懂啊 然后约伯又继续高谈 扩论说什么 他说我做生意啊 只有 我的公民 只有一个砝码 只有一本账册 我绝对没有 两个砝码 绝对没有投机取巧 投机摸狗 我是有道德 我是追求清洁 追求神圣的人 我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子 然后 我呢 如果 如果 约伯在第三十一章 说了很多很多的 弱弱弱弱弱 他说什么 他说 若我碰到 需要帮助的穷人 我没有去帮助他们的话呢 我就 被上帝加倍刑罚 如果我 该做好事 没有去做好事的话呢 我就 万劫不复 哇 约伯 如此 有把握的 敢在神人面前 宣告 他是无辜和清白的 弟兄姐妹们 请问我们今天 敢在上帝 敢在人面前 说这样的话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约伯 他的的确确 是 根据 他的 勤礼法 然后坚持 固执的 认为 他没 没罪没错 三十一章 第四十一 四十节 这里呢 就第三轮的 辩论 第三轮辩论呢 第一回合 是以立法出场 第二回合 是比勒达出场 第三回合 说法 不敢出场了 他不敢出场的原因呢 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很有可能 他是 无话可说 或是 江郎才尽 或是他认为 约伯 无药可救 不可理喻 所以他就保持沉默不在搅局 所以 索法就不讲话了 那 约伯在等 索法讲话 发现 索法不讲话了 约伯就说什么 他说 我也不讲了 我的话结束了 我的话结束了 这是一个蛮好的处理方式啊 所以 夫妻之间 如果大声沟通 然后互相吵架 如果发现 有一方不讲话的时候 另外一方要怎么样 马上修兵 也不要再讲话了 如果你再讲话的话呢 哇那继续有事生非好 就没完没了 所以感谢主啊 所以我们今天讲了 第三轮的辩论 第三轮辩论 让我们能够去思想 的的切却 当年约伯所面对的时代 和世界呢 就是乱 伦理道德 好人没好报 坏人却 想轻浮 儿女成群 然后 长寿百命 最后呢 坏人 还蛮多蛮多的事 有人替他哀哭 有人替他守目 所以到底天理何在 公平何存 所以如今的时代 也是如此 整个世界就是混乱混乱 整个世界 其实一直是被世界的王 撒蛋魔鬼 折磨 摧残 践踏 瑕疵 捆绑 武汉疫情 让我们看见 有这么多的医务人员 他们牺牲自己 上前线 然后来抗议 可是呢 他们牺牲性命了 他们面对这些 重症 轻症 无症患者的求助呢 他们 虽然尽力 也只能表明说 爱莫能助 有心无力 所以我们这个世代 的的确确 如果没有连结上帝 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问题 的确是难分难解 的确是无能为力 我们晓得 根据圣经真理 唯一能够解所有毒的解药 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保险 耶稣基督的保险 所以请问 你有让耶稣基督的保险 来竭尽你的心怀意念吗 你有让耶稣基督的保险 来解读 你已经所种的 各种传染疫症吗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短暂和永生之间 在今生和永生之间 能够好好去思想 这位要为风 定轻重 为海凉深浅的上帝 也要来凉 你对他的话语 有没有下功夫研究 和牧师 再三拜托 再三请求 你们把教会网站 尽量发到朋友圈 尽量放到聊天室去 可是呢 这样的人是 不是屈指可数 是寥寥无几 几乎等于零啊 除了和师母 会重复听我讲道 或是帮忙打字的人 会多听几遍之外呢 所有人是听完之后呢 不但不去 咒试夜想 反而全部忘掉 哎呀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对于 神的话语的态度 非常肤浅 非常表面 重复深入研究 何牧师当年 为什么会放下工作 放下很高的收入 原因就是 想要好好研究圣经 我常常是想说 我整天上班工作 上班工作 哎呀忙得累得 一回家就睡觉 我没有时间好好读圣经 所以呢 我就跟上帝祷告 上帝啊 如果你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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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上帝 成就了我 对上帝的过五关 斩六将的这个条件呢 我就 就放弃工作 进神学院 专心研究圣经 直到如今我还是 对于神的话语是 一字一句认真推敲 我是深入在研究 大家呢 所以我这几天 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想法 我真希望每天呢 跟大家一起研究圣经 至少要一两个小时啊 对不对 如果约伯记 四十二章 我们有机会 一同来研究 一天一章的话呢 那我们四十二天之后呢 我们觉得约伯记 就会怎么样了 就算 懂了 就算深入了 然后 如果 何牧师目前 在网站当中 有旧约的讲道 有新约的讲道 几乎全部都讲完了 但是讲道只是重点 何牧师有一个梦想 希望 我还没有断气之前呢 我能够一本一本的写 我自己的注释书 一字一字的 反复推销的 任何研究的 写注释书 当然知道 人为言轻 即使发行出版了 目前来讲 也没有人会看会买 但是挂在网站当中 我们也没有像 好多好多教会呢 在Google付钱 排名置顶 置顶置顶 所以如果你要 摄取何牧师的讲道的话呢 常常是怎么样 第二十页 第两本页才会摄取到 所以求主怜悯 但是呢 我是认真在研究 我是深入在探讨神的话语 所以神将来在审判的前 也要问你 你对神的话 有多少研究 你对神的真理 有多少探讨 你信耶稣上教会的动机 到底如何 如果你上教会的动机 只是要得好处 得利益